未來醫師有望早點收工 因為衛福部宣布 明年9月1號開始 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 預計有4000多名受惠 工事也從過去一週88小時 調降到80小時 那工會一直認為在職的方面 要適用勞基法 工時有一定的上限 這樣子對病人的安全更有保障 住院醫師本身一方面 他是屬於工作人員 但是一方面他也是還在學習 這個培訓他醫療技術的一個階段 之後再來看情況 來試情況來實施 主治醫師的全面納入勞基法 我認為這樣是一種比較循序漸進 衛福部就說 考慮到交班頻率增加 影響到照顧延續性 還可能導致偏鄉醫療服務無法運作 全攤22000多名主治醫師排除勞基法 主治醫師本身 他自己在專科的差異性上非常大 所以也造成主治醫師 他們的工時上的差異 其實是比較大的 如果一開始就要把住院醫師 跟主治醫師全面納入勞基法 那我們的醫療照顧系統 所缺的醫師能力 可能就缺的非常非常多 醫療非生產線 享用一套法適用百頁恐怕難符重 東森財經新聞中心眼 楊昭台北報導 新潮市民中心眼 楊昭台北報導 楊昭台北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